來 咱們拿這個 我們畢業在那兒洗 耳上眼是吧 嗯 越洗越上眼 學生熟門熟路來到雜貨店 想進貨被商家拒絕 他們想買的就是中國 最新流行起來的鼻吸能量棒 這在中國小學校園內掀起一股潮流 成年人拿起來深深吸口氣 馬上就露出不舒服的表情 小朋友沒控制好 恐怕吸管直接往鼻子裡塞 就會受傷 這樣的鼻吸能量棒 聲稱吸了能提升吸鬧 還有各種水果口味任君挑選 而商家聲稱 這鼻吸能量棒純淨無毒 成分主要是薄荷 髒腦或冰片 但就有家長擔心 小孩子會不會吸上瘾 那組成來說是不會上瘾 不過有時候這種行為 就習慣就一個吸一下吸一下 它也不是醫療產品 從國外這樣進來的話 其實我們怎麼知道它是無菌的 那如果說它裡面 就是我們就隨意放 讓我們鼻孔的話 其實容易外裡面有蓄菌的話 會增加感染的風險 在網購平台上一搜 整派都是類似的鼻吸能量棒 還有不少顧客 買了給予五星好評 這樣的產品透過影音平台播送 就怕不只在中國流行 也漸漸傳進台灣校園 好 目前學校是還好做宣導 如果有攜帶來 我們會代為保管 然後放學的時候 還是跟家長聯絡 如今短影盛行 就怕孩子盲目跟從家長老師 都得繃緊神經 避免孩子被誤導 使用著鼻吸能量棒 沒提起精神 反而對身體造成傷害